首先感謝念政部劉世芳部長 在第一時間就進行應變中心一起開設 也感謝我們相關部會派出的同仁 大家辛苦了 我剛剛聽每一個部會的報告 大家都做了萬全的準備 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都全心全力的因應這次颱風的來臨 有建議山脫颱風已經轉變為強度颱風 不管是風勢雨量 浪高長高 勢必都會帶來災難性的傷害 尤其這次山脫颱風的路徑相對罕見 由南部進來 由東部出去 因此我們特別要提高警戒 我有三點提示 盡情大家能夠配合 第一個就是我們一定要秉持 救災不如防災 防災不如避災的精神 事先在颱風還沒有正正進來之前 一定要再補足上位做到了這些措施 第二個我們要全力來幫助地方政府 因應這次的災情 不管是花蓮縣 台東縣 屏東縣 高雄縣 剛剛縣長或副縣長所提出來的各地方政府的 因應這次災情的需求 我們一定要全力配合 第三個是因為這次的颱風 我們也要能夠展現 隨時掌握災情 然後迅速的把各地方政府的災害 能夠跟地方政府一起合作 然後予以解決 我們避免這個災害發生的時候 跟救災的時間的落差 剛剛陳其邁市長也特別提到 當颱風過後 在恢復了這個正常生活的過程當中 我們相關的部費也能夠提供必要的協助 讓颱風所經過的縣市 縣市民眾都能夠迅速恢復正常的生活 好 以上 謝謝大家 再跟大家說一聲辛苦了 好 謝謝